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 小儿爱我的表情 就和一旁李旦的表情一模一样 令人头大 傅首尔更是直言 这样的做法 反而会更加激怒自己 听到这里 朱丹甚至还做出了一脸懵逼的表情 看到这里 我真的很想问问大家 生气的时候 既然趋高夕阳地给对方所谓的台阶想 难道不会让人更加生气吗 如果连吵架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这样的爱情真的会让人幸福吗 这件事之后 朱一维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同网友的群嘲 事件发酵到现在 有网友也总结出 只要朱丹秀恩爱 朱一维必定会被吵这样的奇化效应 比如之前 朱一维被爆出和助理喝奶茶 甚至不顾公众人物的形象 随地吐奶茶里面的珍珠 引发网友一系列 关于朱一维到底有没有出轨的讨论时 朱丹也是一无反顾 挺身而出 发微博秀恩爱 以此来证明他们夫妻之间真的很恩爱 可是全文通篇读下去 没让观众感受到丝毫爱意 更多的还是质疑 比如朱一维打击她眼睛不好是事实 在微博从来不分享和她的日常是个人习惯 甚至连奶茶事件都替朱一维解释 说是饮食习惯 真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小爱我都提出单纯的泪 她似乎成了那个一直被打压的人 而她的自信 也就是在朱一维的这支言片语里 一点一点的被打磨掉的 其实仔细看两人在娱乐圈的发展 不难发现 朱丹早年的发展要比朱一维优秀得多 当年她在浙江台叱咤纷纭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朱一维是谁呢 可是如今 不知道是不是婚姻里的不自信 让朱丹开始按燃失所 其实对于别人的婚姻 我们作为外人不应该指责太多 但是从目前的种种细节来看 还是忍不住心疼朱丹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来视频下方留言参与互动 欢迎关注我们 更多好看好玩的资讯都在这里等你哦